大家好,歡迎回到廣場環節 採訪我身邊的嘉賓 在要財政圈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 Arno,Arno,你好 Arno,先和大家看看恒指下午表現 恒指跌229點至21,526點 其指方面跌220點,高水5點,國企指數跌81點,報9241點 成交額方面415億多 今日的成交較昨日來說增大 昨天半日只有300億多,今日超過400億 亦較前日跌市四百多億的成交為多 今日見到市跌了二百多點 初頭早市只是跌百多點 內地市跌,美股又跌 大家都擔心烏克蘭方面局勢緊張 以及內地昨天公佈的經濟數據不理想 最後跌幅擴大 最主要的跌市元空都是騰訊700 跌了下來,曾經急跌超過6% 通過旅行只跌100點左右的水平 看到今日的股份大部分都是跌 似乎沒有一些好消息 後市來講21,500點,是否受得住 看回現階段的市況,真的相對比較偏淡 主要原因的確沒錯 美股又跌,內地股市又跌 這兩大地區的股市下跌 原因都導致港股下跌 你看回外圍方面 當然始終都是講一些烏克蘭局勢緊張 等等的事件 始終在講俄羅斯也再次 講的是可能展開一個新的軍演 這些因素都令到見到 昨天美股、歐洲股市 都有一個比較顯著的跌幅 始終這件事件相對比較複雜 亦預料不會短期內能夠解決 這些因素都令到外圍股市的表現相對比較差 不過其實烏克蘭的事件 對港股來講未必會造成一個直接大的影響 見到港股近期跌得這麼多 最大部分的原因都看回內地股市那方面的因素 始終在講昨天下午公佈的三大經濟數據 無論是固定資產投資、社會的零售銷售數據 或者是一些工業情況的工業生產值的數據上 三大經濟數據都遠差過市場預期 都反映現階段內地的經濟 面對著的問題仍然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看回上陣指數 雖然說昨天總理理克強出來說一些言論的時候 帶動到內地股市有反彈 但是反彈力度仍然不是太過理想 甚至看到上陣指數 後市仍然是有機會折穿2000點的關口 所以港股同樣地 後市我也不看得太過樂觀 從整個技術走勢看 留意說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之前一直提及到跌穿22000點這些位置之後 下一個支持位在2月20日的大洋竹底部 但是你看到今天一跌後 這個底部都失手了 現階段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就是落到2月5日 就是21198點這些位置 所以後市來說 有沒有機會跌穿21500點這位置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已經落到之前的低位 所以我覺得投資者 現階段可以做的 就要做好風險管理 如果真的拿貨多的話 都要考慮才行減設離場 好 麻煩你和大家看看 港股半日沽空的情況 港股半日主板成交409億多 沽空額就超過30億 沽空比率7.5% 當中頻率是最多 有3.500萬的沽空額 佔總額方面接近1成 佔股份成交接近7% 第二位是平保 有2.4100萬沽空額 佔總額方面接近8% 佔股份成交超過3.4% 第三位是銀魚有1.9000萬沽空額 佔總額方面超過6% 佔股份成交超過3.3% 第四位是安石A50中國基金 有1.2100萬沽空額 佔總額方面近4% 佔股份成交超過4.1% 雖然大致成交半天也有400億 但是胸比重來說 沽空比重是7.5% 都尚算健康水平 雖然30億的胸空額 是否投資者暫時還未看得太淡 的確沒錯 如果看回沽空比率為例 都看到沽空比率不算非常高 甚至實際沽空金額也不算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反映著甚麼 始終在說現階段恆指和之前的低位 21,198點這些位置都比較近的距離 所以後市調整幅度未必會非常之大 所以投資者都不敢沽空 不過看回今天來說 整體而言特別是一些二三線管 下跌幅度亦都比較大 其實都反映著市況現階段 不是看好後市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 看回現階段很多股份的沽壓力度都非常之大 特別說之前有些有概念炒起來的股份 亦都見到有些比較明顯的回調 都反映著市況現階段 成交金額方面的表現都反映著 其實資金入市的態度都不是非常之樂觀 所以我覺得 就算你看到沽空比率不算非常之高 都不代表投資者不敢做淡 我覺得只是說這些位置 直播率不是太吸引 所以我覺得其實看回後市來說 如果你看到內地 仍然是沒有一些大型的政策 或者一些比較大的刺激DM的政策出來 可以對A股做過提增的作用的話 港股後市來說 仍然有機會繼續這樣挑戰 另外跟大家來看看騰訊 今天來說又是沽空榜的第一位 3.500萬沽空額 佔總額方面一成 佔股份現在很小 只有7% 今天跌下來 最低見過548元的位置 市場都比較意外 主要來說 就是中央方面有傳叫停 和中信銀行合作的網上虛擬信用卡 股價跌下來 現在556.5元的位置 其實如果網上的金融一被叫停 其實它們方面的神話 又或者它們方面之前的無限憧憬 已經滑滅了 的確沒錯 講的是騰訊 為何最近這一半年來升這麼多 最主要市場都衝勁他們的支付系統 或者微信的支付 怎樣可以在支付系統裡面 產生一個很大的盈利貢獻 這些因素 都令到他們的股值 整體的市值都升了非常之多 但是如果 真的叫停的話 你說股價雖然今天回調了5% 差不多是接近40元這些價位 但是如果確認了是叫停 而短期來說 不能夠推出這些相關的服務 擔心整個貼政幅度可能會更加之深 不過留意相關的言論現階段 仍然是未確實的 可能只是未來的確有機會停 這些相關的網上信用卡產品 但是未必完全叫停了網上支付平台 因為始終講現階段內地方面 電子商貿平台都是一個大趨勢 而中央都有些政策提及到 要鼓勵一些信息消費等等 相關的政策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就不需要一面到這樣看 也都因此 我看到的沽工金額 可能整體沽工金額 工費率也都不算非常之大 我想看回 最關鍵的始終都是3月19日的業績表現 但是我看回現在有這些利難消息 在之前 就不能夠太樂觀的 所以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一直都提及到的 出業績前 我就不建議這些位置再去追著 但是跌到這些位置 怎樣去做部署 我覺得始終我都建議 看完業績才再做一個部署 短線來說 留意50天線 550元這些位置 不跌出50天線 這些位置之前 暫時來說 這些位置我就不值得這麼快去指洩 反而後事來說 可以看回技術反彈 看看有沒有機會反彈到580元 或者是600元這些位置 先做減遲 等業績後再再做部署 第二位 就是這隻平保 平保方面 今天看到股價表現要捱沽 市民就加上業績來說 大家都說 同市場預期有些出入 現時跌接近2% 去到59.95元的位置 最低的59.95元 今天有2.4100萬 沽空額 佔總額8% 佔股份成交3.4元 今天來說 平保的股價表現 業績來說是否令你失望 昨天在業績前炒了上去 今天回吐超過2% 暫時來說 股價的跌幅又不算太大 的確說是 雖然業績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亦都表現順市場的預期 但是自己看回 整體現言 業績不算一面非常之差 始終的暗年來說 都有一個不錯的增長在 不過 你說始終市場看得不是太理想的原因 始終第一你看到的 今年2014年的第一季 都過了大部分的時間 A股的表現就真的相對比較差 所以今年來說 業績暫時來說 隨著A股表現反覆的勢頭在 都不能夠看得太樂觀 甚至看到平安銀行的整體業務表現 跟其他樂園股一樣 都面對著相關的風險 這些因素都令到股價 未必說短期來說 能夠這麼快出現反彈 所以現階段 整個部署策略 就留意平保股價技術走勢 現階段在下角三角形形態之中 這些位置亦博率 上次都有提及到 這些位置的確是吸引 不過這些位置都見到 出現業績之後 就不是太理想 我都不建議這些位置再博 反而有課的投資者 現階段做好風險管理 將指示位置放到59元 因為一旦跌出59元 股價有可能順勢 會下至到56元 所以如果任何部署策略 不妨等到股價跌穿了這條三角形態 到56元才會再做吸納 好,剛才提到信行 和騰訊方面合作的 網上虛擬信用卡方面 信行在中午的中途時段 就突然停牌 AH股也停牌 信行停牌前 是報3.94元 跌近7% 稍後回來 仍然發達廣場環節 會繼續跟安奴跟進 市場的最新消息 稍後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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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